如果你們有四公分的話 其實也不用擔心 都是可以用四公分 有人四公分嗎 那我吃什麼是 不要問人家 說林總是吃什麼 誰還要吃什麼呢 可是要問那是個啦 問題跳比較快而已 喂 這赤度要黃標了啦 少SG康熙來了後 睽違多年在回歸電視 多挑大量主持談話節目 小姐不惜地 十字號訂著心流嗨 出席開播記者會 SG女兒對你的瀏海有什麼指教嗎 我就一直說 黃莉 想真的 媽媽現在剪的瀏海是不是很醜 然後她說 No媽 我覺得看起來很年輕 我就想說既然她們都這樣說 我就再大膽一點問 欸 那你們覺得 媽媽剪的瀏海啊 會不會有點像那個 Black King裡面那個Lisa 我二女兒就很完整的說 媽 我覺得 你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學老三就立刻說 其實你不要羞辱Lisa好嗎 許老三就覺得 世界上最美的人是她 媽媽永遠是排在所有的人後面 而今天剛好也是情人節 沒想到今夜不陪老公 而是陪姐姐大S 她也透露姐姐現在狀態超好 卸下所有包袱 專心當媽媽 整個人都悔春了呢 你知道我根本就忘記情人節這件事情 然後晚上是要跟我姐吃飯 她現在不需要別人陪 因為她現在就是 整個人過得是很自在啊 而過年期間演藝圈 也發生了不少事 尤其是智琳姐姐當媽的喜訊 你有看過寶寶的照片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她一直在消失當中啊 對 我覺得她現在應該沉浸在 當媽媽的忙碌跟喜悅當中 她被網紅映射就是 代理玉莫的事 會不會替她寶寶 關那些人屁事啊 重點是 人家現在有一個寶寶 健康的寶寶 然後生活幸福美滿 然後也是她夢想中的生花 她總算達成了 就是 你就不能好好祝福別人嗎 為什麼一定要抱著這種猜測 然後就是那種 我覺得那些人就是 嫌的沒事幹 這樣會不會太狠啊 S界98期 酸民們還不快退散